买了一点农药来了 给我们鸡村院羊梅树摊一下药 春天到了羊梅树都发出了嫩芽 给它打下药 不然那个虫一会就吃了新发出来的嫩芽 这下这些羊梅树要好好地给它打理一下 虽然种了200颗,目前只活了4多颗 但这4多颗如果长大了 还是能回本的 还有得正 活下的都是精品 先把鸡村院这里面的树拍一下 鸡村院里面有棵比较大的芽梅树 这个是李子树 你看牙长多好 这棵羊梅树就比较大 今年会挂好多果 拆了好多花 像这个羊梅树你看 开满了花今年 估计会挂不少果 这个桑树也喷一下 你看长多好 去年种的 这棵桑树 去年我剪的枝 剪挺好的 花开多旺 桑树晚一点打 接下来把这些芽梅树打一下 芽梅树都在发芽 好像又重来了 这边还有一些芽梅树 还有桃树 橘子树 你看这个都在发芽 都打一下吧 这边还有一些芽梅树 这个苹果树 网上买了四棵 好像活了三棵 也在发嫩一样 打架吧 这个是石榴树 也是网上买的 农药都打完了 我发现有几棵树 要剪下枝 给他们修理一下 像这棵苹果树下面 发出来的芽 也剪掉 没啥用 我感觉这不是苹果发出来芽 叶子都不一样 架结构的吧 像这棵桃树 你看杂乱不堪 剪一下 这个枯枝没用的 我来给它好好修一下 争取今年让它挂锅 这枝都死掉了 没啥用 这个枝 那样子枯掉了 啊 这剪下不是好看多了吗 漂亮 还有这棵桃树 你看 杂乱不堪 修一下 虽然不是专业的 虽然不是专业的 裂枝一样 你看这个 背上的枝 有什么用 你看这两根 你看这两根 啊 啊 这样剪一下不是好看多了吗 啊 通风又通光 嗯 漂亮 忙完了 做饭吃哈 这块臭了 这块臭了 呜 呜 挺美的 给你吃啊 鸭蛋 嗯 好补一补 哈哈哈 鸭蛋上次鱼塘剪的哈 反正很久了 坏了 诶 这个没坏 好好剪一下啊 开吃 葱花蛋饼 再交换 阳光明媚哈 最幸福的事就是干饭 好了兄弟们哈 干饭 拜拜 吧 好 好 没人 过来